那小可就是Ben有什麼心意 讓你很感動 剛剛大家都有講到情人節 情人節剛過 其實我老公做了一件 讓乍看之下 覺得好像沒有什麼用心 可是其實我知道之後 我覺得天啊 我老公真的太用心 知道我喜歡什麼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 就是很喜歡吃甜食的人 你在哽咽耶 你 沒有 但是其實就是 又加上我其實這一陣子 這一兩年都在跳港管 所以其實因為吃的東西 就變得特別的在意 可是我很喜歡吃甜食 然後有的時候跳完之後 你就很想要來吃個甜的 嘴巴真的很慘 那但是要控制住 你又不能夠吃真的是太多 或是不好的 然後就在情人節 全世界的男人都知道 情人節一定要送一個東西就是 巧克力 我老公也是不免俗地送了這個 好好喔 你看我現在的 巧克力我都羨慕了 如果說你是我的巧克力 我自己這樣給你拿 對 對不起 但是我要說 就是市面上有這麼多巧克力 當我老公拿出來這個的時候 我竟然有帶來 你看他的盒子 我老公是這樣子 他是這樣三盒放在一起 然後他還準備那個 撕一個一個的那個撕 然後放在紙袋裡面綁好 送給他 但其實我拿到 我打開一看的時候 因為它是就是 日本知名的牌子 然後這牌子又是大牌子 所以我那時候看都知道 知名牌子 第一個就有 覺得他有用心在挑 對 可是拿到之後 我後來又看到 奇怪 每一個上面都有不一樣的 趴數 72的 95的 86的 對 後來呢 才看得清楚之後才知道 這個是一個 就是日本知名品牌的 對 那對於巧克力 女生都很熟悉 可是黑巧克力 我自己是不太清楚 而且我是不太碰黑巧克力的 因為我就想吃甜的嘛 可是呢 你知道我那時候就上網去查 我才知道原來啊 黑巧克力 其實 而且它其實呢 裡面含有很多很多 對身體很好的東西 沒錯 對 然後它裡面的標誌 其實很清楚 就像它盒裝上面 有一個什麼什麼 健康美麗新概念 就是加一個 對 然後可可多酸吃進去的時候 我第一個覺得 其實它的味道 大家可以吃吃看 好 就是我自己覺得它的味道 其實很好入喉 好 然後呢 像是我常常就會放這樣 一盒在旁邊 那我剛才講的就是 是因為它的熱量很低 然後就對於我們 可能女生會在意身材 你會覺得沒有 沒有這麼多的負擔 對 然後大家都可以打開 其實它有很多 而且他們說 趴酥如果夠的巧克力 其實對身體是有很多好處的 對 然後它的每一個盒裝上面的成分 都非常清楚 所以你可以知道 你吃進去的巧克力的趴酥 是多少之外 可可多酸 我後來又去查了一下 其實可可多酸 對身體其實很好 對 然後像我自己 因為它這樣一盒很方便 所以我老公買給我之後 我其實就 我就是粉很喜歡 吃了一陣子之後 我就常常就會放在家裡面 可以拿到的甜 那一片打開就可以 直接就可以吃了 然後吃之後 像我有的時候可能 會通告或幹嘛 或是顧小朋友 有時候就覺得心情很煩 或是思緒不是很好的時候 我就會拿一片 然後打開吃 我覺得 吃黑巧克力 它會幫助你 頭腦思緒變清楚耶 真的喔 我們一般可能對於吃甜食 然後吃完之後會想睡覺 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因為 我不知道營養師也有來 就是是不是可可多酸 其實跟我們一般聽到的 就是紅酒多酸 是滿像的 因為我自己在吃一陣子 像很多人都會說 吃甜食啊 會老啊 糖化症什麼的 但是我自己吃 我覺得 基本上什麼腮紅啊 這些東西都不用用 你自然會有紅潤感耶 真的喔 明話是這樣嗎 對 其實 就是就像小哥講的喔 其實巧克力大概也算是我 比較喜歡吃的 如果真的要吃一些零食 巧克力的確 我覺得 尤其是黑巧克力 是一個滿好的一個選擇 可可多酸 其實跟紅酒多酸 它們都屬於多酸類 本身都可以調整體質 幫助我們養顏美容 而且其實可可多酸呢 其實它有研究發現 它跟紅酒 它甚至比 紅酒多酸的這個多酸量 還要更高 真的喔 所以其實說實在我們都要 可是它的多酸量高 跟它的那個巧克力 %數有關係嗎 當然 當然 對 所以其實會希望大家 在購買的時候 一定要看看有沒有寫這個%數 對 那其實像 我們一般來說 在現代人的確壓力都蠻大的 再加上可能壓力一大 你可能作息就不是那麼好 或者睡眠可能有些障礙 然後再加上可能外食比例高 或者是有一些抽菸等等 比較不良的一些生活習慣 其實都容易增加 我們身體的自由基 也就是氧化壓力 那其實這個可可多酸 本身就可以去平衡它 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巧克力本身裡面 就含有一些微量氧素 包含了像是鎂 鈣 維生素E 維生素E本身就有很好的抗氧化力 所以其實像國外 甚至他們有把這個 黑巧克力可可多酸 跟我們常常一般講的 超級水果 像是藍莓 蔓越莓 巴西莓 還有紅石榴比較起來 相提並論 就可以知道 他們的抗氧化力 多酸的一個能力 其實都是很強的 甚至在日本有研究發現 其實這個可可多酸 對於我們提振精神 讓我們提升體力 其實都有些幫助 還有改善我們的情緒 像剛剛小柯講的 改善情緒 所以像有的時候 比如說你真的很累 思緒比較不清晰的時候 或者是空虛寂寞 覺得冷的時候 尤其像女生有時候 有些金錢症候群 對 我正要講金錢症候群 對 我都滿適合利用 這個黑巧克力 來做一個選擇 它這86%的吃下去 我覺得它有一種 很純粹的巧克力 然後你吃下去 有被滿足 但是又不會有 好像吃糖的罪惡感 我覺得它厲害的地方就是 黑巧克力 它真的可以讓我們去解殘 可是你不會一直持續的想 你有被滿足的感覺 然後我自己吃 因為我是比較喜歡吃甜的 但是我可以接受得了95%的 而且我覺得它吃起來 跟一般我們 對於巧克力的印象 是完全不一樣 它有種 然後有一種 回甘 微酸 對 回甘的感覺 有一點微酸 我剛剛正想說吃完之後 那個口齒那種香味 很好吃 對 所以其實說實在的 巧克力大家會把它汙米化 是因為有太多 是那種添加的湯啊等等 加很多其他料 對 所以其實我會希望大家 如果你也是屬於這種 有時候真的喜歡來一點點心 來滿足自己口味的話 其實我們在購買的時候 最好要選擇有輕組標示 其實現在喜歡吃巧克力的人 其實都滿在意 都會看一下趴薯 所以其實你要選擇這種 輕組標示 可口多酚含量還有純度 最好是超過百分之七十的 七十以上的 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量還是要注意 一天我們還是希望大家 大概就是四十公克 但一個雞蛋的大小 可以了 可以了 一個雞蛋 對 已經很被滿足了 這樣一天就很有滿足 其實就讓你在滿足你的口慾 調整我們的情緒的同時 又不會增加身體的口感 我跟你講我們家冰箱 就是都有放黑巧克力 就是因為其實我平常不吃甜 你也知道我不吃零食 我很怕很甜的東西 對 所以我放黑巧克力 就是因為我覺得 常常有那種金錢增我菌 或者是有時候真的 嘴巴有點殘 不知道要吃什麼 又怕吃得對身體有負擔 我就想那就選黑巧克力 對 可是吃起來心情又好 然後又滿足到 而且剛剛明華不是有說 那個紅酒多酚跟可可多酚 都對身體很好嗎 其實媽咪啤酒搭配巧克力 是一個很棒的選擇喔 又要搭配媽咪啤酒 媽咪啤酒什麼都好搭耶 對 但我老公還是有用 一點點的小心機啊 雖然說他送的就是 就是日本知名品牌的黑巧克力 但是除此之外 他自己在買的時候 他還說老婆你知道嗎 上面就寫著 妳就寫著 然後我就說 他們有100啊 好會喔 因為妳95 我就是那5分 就我覺得女生還是 有時候是需要一點點 美料一下 對 但是我覺得是挑選的時候 他其實真的有為我們所設想到 這件事情是我們 很不錯了啦 比我的雞腿便當好多了啦 別的啦 對 誰能比我強 真的有吃飽比較重要 對 其實滿好的 有感覺到那個心意 是 心意 而且剛好是妳喜歡的 對 好棒喔 好 那瑋瑋呢 她今年做了一個 安太座的這個行為 真的是讓我非常的驚訝 因為其實我們結完婚之後呢 因為我們是三代同堂 然後公公跟婆婆 就一直覺得說 在家裡人口 接下來會越來越多 如果我們又有寶寶的話 那她就覺得說 就是在 陸陸續續在看房 有看房的打算這樣子 然後看到我已經到 我臨盆的最後一週了 我們看完了房子之後的半個小時後 我先生就說 我們下午就是公公婆婆決定要去 付那個斡旋金這樣 這一次決定要買了這樣子 可是因為下午我要忙公司還有事 那妳就把那些 該準備的雙證件啊什麼 怕到時候需要 妳就都把它帶好這樣子 我就說好好好 我也沒想那麼多 但其實心裡面就覺得 煩不煩 那公婆要買房子 就是也不管我的事 但還是想說 可能晚輩還是陪伴一下 去看一下有什麼問題這樣 就到了現場之後 再跟那個仲介大家就聊一聊 然後確定準備要壓字簽章的時候 公公就說 那薇薇 妳把妳的那個印章跟證件拿出來 然後我還想說 要做什麼這樣 結果最後她就是在那個房子 確認的那個地方 是壓我的名字 她就說這一間就是要買我的 對 公公就說 妳就是這樣子這麼辛苦 然後這一年又懷孕這樣子 她要陪我們看房 這就是要給妳的 她這樣 帥耶 十年扣打都一樣 十年扣打 給個小孩的那個房子 對 真好 真的 好棒啊 不是說保人的部分 那個瑋瑋來幫她說 對 保證妳 對不對 至少是 真的 這樣感覺就很窩心 對 沒錯 所以如果要達到這個 達到這個兩性的和諧 我真的覺得這一題問海胎兄 真的是 我有點問不出口耶 我一定要成功扭轉一下 那個局勢 就國外研究有發現說 如果在婚前的話 其實最受歡迎的禮物 是手寫卡片 但是婚後 就看起來有點low嘛對不對 對 還是手寫卡片 但是要包裝錢 可以知道差別嗎 包裝錢 就是要錢啦 就是前面是卡片嘛對不對 但後面塞厚厚的一疊 在後面 所以但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 創意的人 就我沒辦法 你還是不要 我也覺得不要 沒有辦法 所以 你不要亂教我們的觀眾朋友 等一下會一顆的鞋 所以今年的聖誕節 我就請她去吃一個 非常貴的和牛 所以就做了一個 和牛聖誕樹 可以去曾經吃就好了 可是妳不要加一個樹不是嗎 有錢嗎 妳真的創意 還是不要發胃在這種地方 我真的覺得妳真的 妳就直接一點好不好 他如果搞一顆 這個和牛聖誕樹 看到就很想翻白眼 然後尤其妳吃到第三口 妳就 而且和牛真的吃兩三塊 就會膩了 不需要這樣一整碗 對 但總之就是妳的現實跟理想 還是要有一點組合 沒錯 我也覺得 就是應該是投其所好 其實妳的心意真的很好 其實女生也都懂 一定都會很感動 只是就是說 後面是還隱藏了什麼 比較現實的部分 比較實際一點點 女生會更喜歡 太座會更安心 沒錯 所以每年 這個安太歲是需要 安太座是必須 OK 如果你安得好的話 可以保你今年 對 每個節日 都可以安然度過 對 可是我真的必須要提醒大家 有時候女孩子 真的要的 也不一定是那麼務實的東西 而且有時候要的是一點點 溫暖的關心 對 一點點小小的浪漫 今天那個心意會勝過禮物 其實大家剛剛分享到最後 還不是我們就是要那一份心意 對 所以謝謝妳老公 謝謝 愛妳 祝福大家 謝謝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解決妳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妳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